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代把冰上活动视为军事训练 每年要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滑冰活动 北海公园太夜池曾是巴西士兵冰夕的舞台 表演动作多来自冰夕湖记载的经典冰上动作 有部分创新 难度较大 传统冰夕表演 冰夕表演队身着巴西士兵服饰 脚踏冰鞋表演 据巴西冰夕队队长朱永帅介绍 表演队共有32名成员 来自社会各界华 冰爱好者 新京报记者侯少青 周一摄影报道编辑 吴飞虎 叫对王欣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